您現在開的是休旅車嗎 在人人都買休旅車的時代 想要將你的購車預算 滿足各種的需求 要通勤上班 要假日在全家一起出遊 甚至於安全要滿點 最好還是個歐洲車 同時價格上面要夠清零 真的有這樣子的選項嗎 我們就直接帶大家來看看 最受台灣消費者所喜歡的 進口生活類的休旅 到底有哪一些艾達 其實從進口生活類休旅車 這幾個關鍵字 你可以發覺 真的就像冠儀所說 台灣現在消費市場 都著重在休旅車的一個採購 那另外休旅車 我也提前也講過 很多人覺得說 其實不需要開這麼大一個尺寸 所以現在CUV也是非常的熱門 而且可以說是 最主流的其中之一的一個商品 那CUV這個尺寸 我們普遍會把它定義在車身尺碼 要比較輕巧以及靈活 大致上你會定義整個總車廠在4米3以內的一個車廠 那當然因為CUV很多都是從傳統的先輩車延伸出來的一個車型 那當然現在車廠都經過了重新的設計以及規劃 所以CUV雖然它的車身尺碼比較小就是4米3以內的一個這個尺寸 消費者對於這個所謂的生活類的這種進口CUV來說會比較期待能夠選擇是進口的第一個是進口的第二個則是歐洲的話是更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大致上統計出來在2023年在這一個範圍也就是說進口的4米3的CUV賣最好的五台車 我們把它拉出來看一下 你會發覺第一個是這個Skoda的Comic他整體在2023年他已經賣了一千九百二十五輛啊 這個算是相當驚人的一個銷售數字喔 那當然第二名其實算是同機團的這個VW的T-Cross 欸竟然連這個第一名一半都不到啊 也只有賣了這個816輛不過相對而言啊 這816輛的交車數量其實已經算是非常多了 因為你如果要看到用這種4米3以內的車身尺碼啦 110萬的這個價格之內呢 鏡頭的車型還有Mazda CX-3啦 Suzuki的這個Viterra啦 甚至這個去年在這個比較新的這個品牌回到台灣 同返台灣市場的OPPO的這個MOCA 你發覺他們大概都是賣500多輛啊 300多輛以及300多輛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數字喔 所以其實比例上來說是蠻懸殊的啦 那當然這樣子一個類型的生活休旅車 就是適合了這個都會靈巧的一個駕駛的習性 比如說穿梭小巷啊非常的輕鬆以及自在 那當然你駕駛起來就基本上沒有什麼負擔 沒有什麼太多的壓力 但是呢為什麼這個KAMIKO可以賣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他的安全係數其實是相對而言來的高啊 第二個他的空間的表現呢 跟其他的車型比較起來的話 他可以擁有最棒的一個空間展現啊 呃用這個安全啦 實用啦以及這個經濟價值來去做考人化 當然可以感受得到為什麼Skoda的這個KAMIKO 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銷售成績啊 其實附帶一提啊 這是2023年的一個銷售數據啊 如果你再往前推一年到2022年的話 還是他拿了最好的一個銷售成績 沒錯其實觀眾朋友啊 現在啊你們在買車的時候消費者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聰明的 我們看到最暢銷的竟然在這個進口類的 這個生活休旅當中 Skoda的KAMIKO為什麼是最暢銷的呢 我們請阿克帶我們來看看 今天進到我們棚內這一台Skoda的KAMIKO 因為他其實有著非常合一的車身池嘛 然後同時他又是歐洲車的身份 以及呢安全滿點 好 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 在銅集裡面很少配到酒氣囊的 對 沒錯 對不對 那這台車呢 它車名呢叫KAMIKO 那很多人會想說這個車名是哪裡來的 就叫KAMIKO啊 對 KAMIKO是因為就是大家想說用中文 然後而且叫起來比較可愛嘛 是 那KAMIKO這個名字呢 其實它來自於加拿大北方原住民的族語 那它的意思其實翻過來 就是說剛剛好的意思 哦 剛剛好 對 剛剛好 就是說這台車其實它很多的設定 就會讓你覺得說 這個車就是一切讓我覺得說很剛好 那現在講說車身池嘛 剛才愛達也講到說很多 就是這種車長在4米3的這些CUV 那這一台KAMIKO的車長 它是4241 那對於說其實就是你在這種都會使用 穿梭大街小巷 而且它車寬也在大概1800之內的這個設定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同級車就是剛才講的這些 進口的CUV裡面最長的軸距 它的軸距到達的2651 然後你看它這樣的2651 同級裡面軸距最長 可是車長不見得是最長 對 沒錯 那表示說它可以把這個軸距發揮的淋漓近視 讓車內空間或者是行李箱空間變比較大 對 沒錯 有時候我們不是看車長來定義這台車是大還是小 對 沒錯 所以說就是你要更聰明的話來看的話 就是說它的軸距 就是說它在這種緊湊的車身的車長的設定之下 它還有有一個優勢的軸距在 那它就是相對來說就是你開起來可以比較輕鬆 可是相對來說車內的空間 也可以發揮比較好的機能性 了解 都會穿說以車長來說的話 它就非常方便 很靈活嘛 尤其是台北市的巷弄 真的是小到你覺得天啊 就是會讓很多女生的開車的駕駛走會有點緊張 可是如果你的車身尺碼合一的話 我覺得就很方便 對 沒錯 安全感也增加 對 然後接著我說剛剛好部分 我覺得它一個就是它的設計感 那設計感就不會說讓人覺得說 好像太前衛太突出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好像就是太低調太呆板 就像它的這個前面的車頭設計 尤其你看頭燈的部分 其實它是這個Shikoda家族裡面 就是第一款採用這種分離式頭燈的這個車型 然後你看它上面有這個 上面這一條其實是日行燈 對 四點式日行燈 對 左右各四點 那它這個就是也是採用這個捷克 他們本身的這個水晶工藝的這個設計 而且它這一台車 它的這個日行燈 它在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是那種序列式 就是亮出現在這條燈裡面 它就標準配備給你 對 沒錯 我發現好多車主自己沒有序列式的方向燈 都還要自己去後面趕 可是不用 你有Comic的話 它直接就給你序列的方向燈 對 沒錯 然後在下面這一塊 它其實是LED的大燈 大燈其實是在下面 不是說上面這一塊 但它實際的照明效果也是蠻好的 沒錯 安全要顧慮的 對 因為像我們之前 我們第一次試駕的時候 它試駕的地方很特別 我們在馬祖試駕 喔 馬祖的路其實 對啊 然後到了一些 因為其實試駕那時候 其實試駕聲音可能有點晚 然後馬祖可能那個照明 也不是就是環境照明沒那麼好 發現說它的頭燈照明出來的效果還蠻好的 對 這對於你去陌生的道路 例如像現在週秋二月 很多人喜歡往山裡跑什麼的 萬一你開到一些比較陌生的道路 照明在夜間就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對 沒錯 那我們接著來看它的這個車側的設計好了 那首先你看它的這個整個 我們如果說從側面看過去 會就如果剛講 它就是一台比較緊湊的車型 可是它內部的空間 等一下我們來進來來體驗看看 首先我一定要提到說 它這個車頂的車頂架 它是這個金屬的車頂架 那這個車頂架 其實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露營 然後我一些露營的朋友 他們就是特別在買車的時候 特別喜歡這種有車頂架的車子 如果沒有車頂架的車 可以另外事後加裝車頂架嗎 對 可以 但是有一個安全性的疑慮是不是 對 它有些 它甚至說上面沒有鎖點的話 你還要抓住這個車頂的地方 比較容易破壞整個車頂 對 我覺得這個就不太適合 所以原廠直接尬給你就很OK 對 原廠就有車頂架是蠻好的 而且它還是這個金屬的 然後你有這個車頂架的話 譬如說像我最近很喜歡這種 車頂的帳篷 是喔 對 車頂的帳篷架上去 打開來收起來都很簡單 很方便 很方便 省時又省力 對 或者是你要拉車邊上 對 對不對 車邊上 你拉車邊上有這個車頂架就很方便 對 或者是車頂的行李箱 甚至你要載個腳踏車出去 有那種腳踏車專用的車頂架 也是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剛剛說的這個車內空間 來 請冠儀入座一下 我幫大家來坐坐後座的部分 其實我之前訪問過很多comic的車主 他們說空間他們很滿意 而且是家庭用 那你看像我的身高 算是標準型的女生的身高 然後我前面其實駕駛 前面是阿克的駕駛的位置 那我這邊其實西部空間就超過 有三個拳頭左右 空間我覺得蠻令人滿意的 你看不出來它的外觀 是只有大概四米二車廠 可是車內因為 by 2600mm的這個軸距的所自 所以你看頭部的空間 連西部的空間都表現很好 頭部還超過兩個拳頭以上 對 沒錯 而且它在後座 你才可以看到它有後座出風口 有 不只有出風口 它還有兩個充電孔 它全部就是都標準配備給你了 我最滿意CAMIC的後座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椅面夠長 不知道觀眾朋友看不看得出來 你看椅面這麼長 我這樣坐下來 一般通常這種CUV或小休旅 我通常都會覺得 有一點大腿的支撐性不夠 更何況是男生坐後面 可是CAMIC它的優勢就在於說 它的椅面真的夠長 它整個把我的大腿給拖住了 然後腿部的空間 其實也非常足夠 所以坐在後面的人 其實不會辛苦 會覺得還蠻輕鬆的 沒錯 因為很多CUV 因為很多CUV 它就是為了說 它的設定就是一個人 一次用或是兩個人用 其實會比較少去考慮到說 後座的這種乘坐舒適性或空間 不過這台車 它就是徹底發揮這個軸距的優勢 對 很多車主都說 他們去比較過一輪 就是這一類差不多價格 然後或者是歐洲車 甚至於進口身份的這種生活類的休旅車 他們發現CAMIC是同級空間最好的 對 沒錯 我們再來看看行李箱 就是大家最常用的部分 那在看行李箱之前 我們現在看 你看它這個尾燈的這個 這個亮起來的質感也是相當好的 嗯 而且很立體 對 尤其你看它這個側面的這些折射 也是就是像我剛剛講 這個利用這種捷克水鷹工藝的設計 然後來看它的行李箱 首先這個電動的尾門 這個是標準配備 然後這個行李箱空間 它現在在這個標準的模式下 它是370公升 可是它有一個巧思 就是說你看它這個底板 它這個底板呢 其實你看它是可以下降的 而且它的高度很高欸 我一隻手其實就可以輕鬆操作了 對 然後在這個下降以後 它的這個行李箱空間 就已經擴增到400公升 嗯嗯 然後呢 行李箱空間好像也是同級是最吧 對 因為其實你要想 它這個是車長在4米3的這個CUV裡面 通常你說有到這個四字頭 400公升的這個 其實已經是幾乎有些是 就是在下一個幾具更大的休旅車 才會有這樣的這個空間表現 然後呢 旁邊它還有一些 像Skoda它很多一些聰明的小設計 譬如說你看它兩邊都有這個掛鉤 對 而且好醜用的感覺 對 你知道有些人啊 他開車出去那種買吃的 買個有味道前酥雞什麼 他不想放前面 他就放 掛在後面 這個也是蠻方便的 其實你知道我每個禮拜啊 因為都要去花室買花 我最 就是你知道它有時候會 裡面下面有水嘛 對 然後因為車上沒有掛鉤 我就去買了一個外面的掛鉤 其實不是那麼的核 所以有時候它會東倒西歪的 但原廠有的話 我就覺得整合性就很好啊 對 而且它兩邊都有 然後這兩邊側放 它還有一些就是置物空間 有欸 有看到 對 所以你就隨車放一些小東西 小物品啊 就是工具什麼 其實放在這兩邊也是可以的 對 然後它這個後座 也是有四六分離的功能 然後從這旁邊就可以簡單的操作 然後打平之後 它就是雖然有一點點落差 其實沒有 你現在把 就是剛才那個帳板再往上 它就整個就是平整了 對 它就是 好大壓力的 如果你買這台車 你那個要讓它平整化的話 你就要稍微就是把那個帳板往上 移到最上一格 然後它在打平之後呢 它其實 其實它的這個行李箱空間 又在擴增了 差不多接近到一千四百公升的 這個表現 然後呢 你如果說你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是開車出去露營 如果說你真的就是 是比較走一些比較精簡的路線 其實後面偶爾你說要車速啊 或是就是你要落在一些物品 其實也是沒問題的 對 小朋友睡在車上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以它的長度來說的話 對 所以說就是呼應我以前沒有想說 它這台車就是給人 就是那種剛剛好的感覺 不管是說它的這個整體的尺寸 或是它這個空間 然後甚至像這些配備內容 動力表現 這個其實都是我覺得 賦予它這台車一個很好的表現 沒錯 阿克講得真好 因為本身有在露營 他就會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音樂 音樂